中国女星徐娇曾在电影《长江七号》中 女扮男张出演周星驰的儿子而备受瞩目 如今她已经长大成人 出落的婷婷玉丽 甜美外星星不受粉丝喜爱 目前在美国留学 她前阵子晒出了一系列性感泳装照 却迎来正反两极的评价 对此徐娇日前出席活动时 亲自回应了争议 她谈言自高中时期 就很想染粉色头发 近期终于如愿改变发色 觉得这个造型太漂亮了 不多拍点照片真的很可惜 于是找来了女性摄影师帮忙 拍摄了多组照片留念 徐娇也透露平时努力健身 也很喜欢自己的身体 才会打方展示给大家看 而且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女生穿泳装难道不正常吗 自信回击酸民的态度 获得忘门的狂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